港岸修复家园阵是很多民众的心声 来关心到总统蔡英文 跟协会长苏文昌关心花冬的灾情 却是在视讯会议的时候 念完稿就直接转身离去了 事后还推给消防署说是沟通不足 而记者走之后呢 走访呆区而不少民众表示 根本等不到大关呢 不关心大家的损失 觉得还是以实际上 实际上不是口头说了就算 还是要你要承诺的东西 你要说大要做大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点 我觉得这个事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这次在景婚产 大家透过电视荧幕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然后就是希望说 你身为一个行政最高的 最高的行政长官 你能够说 你能给我们花脸最好 但是最好是越多越好是没错 只希望说你说得到 能够做得到 觉得有点不太好 在做秀而已 这样而已 没有关心老百姓 因为没做到什么 等不到大关 对啊 其实很夸张 对花脸没有什么帮助 不关心花脸的地震的灾害 省事啊 孟宗蔡英文这一次是视讯会议 但是被人家骂说 念完稿就立刻起身走人 而苏奎的勘灾行程 则是一个早上一变再变 让灾民也很不满 大骂很眉心 而另外呢 像是他们也有在认为说 这个黑头座车来了十几辆勘灾 不如把这些钱 争给灾民 对我们人民的关心都没有啦 只看起来就是为自己而已啦 对不对 根本都没有 没有对我们 我们台湾人民的那个关心 对啊 我没有觉得不是说只有我啦 我看大家也是都是一样 都对他很不满啦 对不对 有点以前的话 人家说你像别的地方 有什么事情 哦他们就关心了 我们发动这次地震那么大 对不对 大家损失他 像我们什么 电视机什么都垮掉 都坏掉 也没有人都说啊 我们也不知道说 你一定要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你关心的话 我们心理上就可以接受 就觉得说很温馨啦 我们都没有啊 一点都没有 如果你实际帮助你还不如 就是直接折线给我们会来的 更有帮助一点 因为你看嘛 他们来了 车子跟着就几十辆车来 那你那些费用 为什么不省下来给人呢 而且你来日这么短时间 对我们意义真的不大 甚至关系吧 对啊 就可能 我们这边就比较偏向 那政治的关系 所以他就对我们分帮助 就比较少这样 偏懒的嘛 那对我们这边帮助 本来就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少的 好 新闻首先先带你来关心 再继续关心918强震之后的 灾后复原的情况 来看到受损严重的东里车站呢 已经是着手进行了修复 但是现场呢 青岛列车依旧是还没有脱离 强震啊对花莲地区是造成的非常重大的影响 东里车站呢 受损情况也是相当的严重 您可以看到了东里车站的月台啊 当时这个地震啊是来的又快又猛 直接把这个月台呢是直接给震碎 您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月台的周宇鹏啊 是直接整块砸了下来 而且呢其实您还可以看到 在这个月台的后方啊 是存有一辆柴油列车的 而且当时呢这个列车啊 您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这个列车 当时正好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就刚好经过这个月台的部分 是差一点点就被这个月台 掉落的月台给砸到 而且呢当时车上其实有20名乘客 那么目前幸运的是 这20名乘客呢 其实当时是已经全部顺利的疏散了 只有一人受到 只有一人受伤 而且呢您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列车啊 因为当时经过的时候 刚好发生大地震 整个呢是已经呈现45度倾斜 那么台铁表示呢 其实目前这个玉里到东里路段啊 已经有40只的电车 电线车桿倒塌 但是呢需要经过这个铁轨的抢修之后呢 才能来继续抢修这个电线车桿的这个部分 回到夜车部分呢 目前这个东里站呢 这个东里站的渊安会啊 已经通过了这个列车的修复 但是呢最少最少也需要五天才能来完成所有 这个路段受损路段的通车 那势必也会让所有很多城村的民众觉得说相当的不方便 对此呢台铁其实也寄出了相关的配套措施 也就是比照先前五一台铁大巴工时 所采取的这个类火车方式啊 但是呢我们今天早上就直击到其实在这个玉里车站有民众搭乘这个类火车时啊 是觉得抱怨连连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类火车啊是采取这个暂暂停的方式啊 也就是说他整个乘车时间会相对的拉长 对民众来说其实是相当的不方便 对此呢其实台铁又寄出另外的配套措施 也就是说你原先有购买车票的 有购买车票的民众呢 其实你可以去申请无条件的退费 是全流退费的 那如果说你不想退费的民众呢 其实你也可以拿你原本有的 原本购得的这个车票啊 去换取去搭乘这个同级别的列车 而且目前是开放无座票的这个乘客 来进行这个座位的换取 就是希望说在这个灾后 铁路的重建这段期间之内呢 能够最大化的去消化这个旅客的载送量 好 继续来关心918强震之后 花莲的傅里乡路面是坍塌倾斜 几乎是变成了大裂谷 另外在傅里乡的罗山村 在918当天地震之后 民众目睹了大量泥浆喷发的夸张场面 泥浆伴随着泡泡不断从地面冒出 918过后傅里乡不断冒出整着泥浆 旁边这个泥就是当天一下地震过后之后 大量的涌出来 一旁的鱼翅景观步道阵都断裂 掉到水中 路面躲出坍塌 现场拉起缝锁线 就怕有民众侮辱受伤 另外在花莲副里乡的民宅 也都严重受损 这边你看 还好我家 这边是仓库 博佑路面坍塌裂 开裂痕将近40公分 另外水泥墙倒塌 红庄瓦掉落花圃 路面变成大裂谷 住家内的东西也都被震得东岛西歪 尘土满地 更惨的事还没水可用 在山上的松浦公墓也逃不过墙镇 柜子门被震开 骨灰潭衰落满地 管理人员经济进行 归为修复 九一八强镇过后 花东各地灾情频传 民众直判不要在镇 才能赶快修复甲园 记者留给叫王亦宁花莲采访报导 好再来关心到18号台东 发生了规模6点8强镇 至今是余镇不间断 在昨天有民众在新北的鹰哥区逗逗龙公园 发现了许多诡异的怪虫 从草虫当中爬出来 引起很多网友热议 来看到公园的石头步道上 满满的都是黑色的爬虫在蠕动 下着公园散步的民众纷纷地走避 而这种黑色的爬虫不是毛毛虫 而是名叫马鹿的千足虫 由于昆虫突然地大量出现 通常是伴随着水灾或是地震 影片曝光之后也许多网友吓坏了 感觉该不会还有地震吧 不只是新北出现满地爬虫异象 就连住在台中的网友也说 看到了一堆马鹿跑出来 来看到花莲的18号强震之后 更多惊险瞬间画面陆续曝光了 依然hold住姐就分享说 娘家的监视器拍下地震的瞬间 家人惊头了画面 另外有机车骑士 地震时因为摇晃太过剧烈了 整个人是重心不稳 最后连人带车惨摔在地 监视器清楚拍下路边的车 因为地震出现明显晃动 花莲这名骑士机车才刚停下 一次地震太晃了 让机车重心不稳 本来想稳住脚步 却还是不敌强震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骑士摔倒后 一脸无助的左顾用盼 只能坐在地上等不晃了 再把机车扶起 花莲18号的大地震 吓坏许多人 一人hold住姐谢依林 也分享自己花莲玉礼的娘家 监视器记录下地震的瞬间 地震来袭 外头传来喉咙巨响 宠物渡安的汪汪叫 大人抱起小孩 准备往屋外冲时 晃得更加明显 其中一位大人 因为太晃 根本出不去 只能留在屋内 等地震结束 屋内摆设不断摇晃 门也被震得 一下开 一下关 这时更传出东西 从高处摔破的声音 柜子也承受不住 剧烈摇晃 一身倒地 猫跟狗都受到镜吓 不断在屋内乱窜 花莲18号下午的强震 不管人在家里 还是在外面 都能感觉到明显摇晃 更让许多民众心有余悸 记者刘几娇 钟某如花莲报道 好 这些影片看来 真的触目惊心 最近地震频传 而且花东地区的灾情 相当严重 作家刘轩就感慨说 在脸书发文透露说 自己跟家人在 博物公司用餐时 因为感受到剧烈摇晃 他马上拉着妻子 跟小孩躲在桌子底下 没有想到这个举动 反而遭来其他顾客 就是不好的目光跟耻笑 让他深深地感叹说 台湾的民众 对于防灾的意识不足 所以贴心地提醒说 大地震发生时 要注意的三个要点 就是趴下 掩护 抓稳 桌脚 我们来帮大家 来科普一下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